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做如這個圖 三角形AVC是一個正三角形 就三邊長一樣 然後現在我把CA延長 把AB也延長 然後在CA的延長線上找到一點E 在AB延長線上找到一點D 使得這兩段一樣 這兩段一樣以後 它要你證明什麼呢 證明說這兩段也是一樣的 這很好證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就是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 你會全意懂為什麼 因為這個角 跟這個角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邊 跟這個邊一樣 這個邊 跟這個邊一樣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這一邊 跟什麼呢 跟這邊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這一邊跟這個一樣 所以三角形 這是A B E 全等 這個三角形 B C D 什麼性質呢 就是S A S性質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E B 就是B E 等於什麼呢 B 就等於DC 等於CD 因為對應邊相等 這好我們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如果把EV延長 把這EV延長 延長以後的話 交這個CDF點 那它要你證明什麼呢 證明說 角 這個 F VFC 角VFC 就這個角 角V F C 這個是等於60度 要你證明這個是60度 那為什麼 我們看 因為 這個角 V F C 等於多少呢 等於角D 角D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角 這個角 加上這個是角DVF DVF 角DVF 好 但是問題是 角D的話 等於角E 角D的話等於角E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 因為在這裡 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呢 角D 這個是AE AV 角E等於角D 角E呢 等於角D 這是對應角相等 那你把對應角相等的話 用到這裡 所以是角E 角D 角D等於角E 這要多少呢 這個角加這個角 角DVF DVF DVF的話 跟這角一樣 因為對應角相等 角ABE 這兩個角是對應角 好 那這個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這一個角 這兩個角的話 等於這個角 為什麼 因為外角等於兩個眼內角 就等於角 角這個C AE 那因為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是60度 所以這是等於60度 那這樣就證明了 我們可以交換 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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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谢谢大家